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自上海音乐学院的刘雪净 给导师们带来无限惊喜 我有我的判断 对你的声音 对你表达这个音乐的 然后我还在想 如果说他们认为 他们很擅长这一类音乐的话 那这一次 你如果到我的组里面 我让他们看一看 我来调教这样的音乐有多厉害 你来的时候 你有没有先想好一位导师 跟你现在的选择是一样的吗 我有想好 有想好 可以当场变卦吗 我现在有点想变卦 现在想变卦 太棒了 好 哇 开心了啊 开心 这种这种时刻让它尽量的短 如果你此刻的感觉已经到了 就说出你那个名字 好吗 你的选择是 我选择 汪峰老师 你是唱摇滚的吗 不是 音乐 音乐差点响起来 你这话一讲 汪峰先是一洗 然后又软 我特别特别简短地回答你 我确实是唱摇滚乐走到今天 但是你可以看到 中国最大的演唱会上 其中有当我想你的时候 青春像美丽世界的孤儿 北京北京 这些都不是很吵很闹的歌曲 许许多多的人传唱 你想要的光彩 你想要的歌唱 在我这儿一定会达到顶点 这妹子又响了 这些歌跟我的funk 好像都没什么关系 一个好的导师 不会把不同的学员 变成一个风格 这是绝对不可能 他也不会一直坐在这个椅子上 因为他有足够的能力 使每一个人 保持自己的特点在升华 好 我选了 所以在这个椅子上 四个椅子的人都能坐到 这个时候 你需要有一个评判 好吗 我选了 好吧 说吧 好 来 你的选择是 我选择 我选择汪峰老师 嗨 酒精沙场的汪峰老师 被忽悠了这么一出 可谓是出生牛犊 不怕虎 然而汪峰老师 越战越勇 听着刘文天的梦回堂潮 汪峰老师甚至激动地 把衣服脱了 死路灌荡 今宵悲伤 一车明月 五花天宝 人间的脸 对了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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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真的是 先请他们二位出来 好吧 你们俩刚才没看到最壮观的场面 你知道刚才唱到最后 汪峰都脱了 脱了 我脱了 脱了 脱了 你再唱下去 汪峰连那个T恤都脱了 我刚才 按下按钮的两位导师 都给出了很高的评价 这首歌特别危险 因为它太专有了 太独特了 再有 它的那个时代的气息 太强烈了 但是它唱了 第一个主歌 我听出它的嗓子 那种金属质感的 我相信 如果是温暖的歌 你唱的肯定会更好听 谢谢老师 你先不要看我的外形 你的外形 甩一下 其实我这是假发 我也想要表达一颗 对摇滚的那种敬意 特别是你用 这么年轻的一个态度 把这个摇滚 传承到今天 而且有一种干净的感觉 非常好 所以我必须冲下来 然而 如此具有舞台表现力的学员 不在唱歌时 却异常腼腆 是一个特别让人觉得 很斯文 很有修养的 那么一个rock 那个主唱 我会把平时的安静 放在歌里面去爆发 我比较想过的是中金 你除了唐朝之外 你有没有挑战过 汪峰老师的歌 有唱过 但是我觉得没有唱到更有味道 所以不敢唱 这太谦虚了 我觉得他比你每一届的选手都低调 内敛 这是一个可爱的选手 这是好事 当一个rock 能够看到这么腼腆谦虚的 我们应该给他一个掌声 我不求别的 因为汪峰老师是一个 有一颗摇滚的心的好导师 所以 我来唱《孟会唐朝》 是有一点小思心 是送给汪峰老师 如此直接的告白 也不意外 最后刘文天选择了汪峰老师 我的选择是 汪峰老师 说到干净 就不得不提另一位选手 吉克浩 来自大山的孩子 简单地唱着民族的歌 大家好 我叫吉克浩 今年二十五岁 我来自四川省梁山一族自治州 美国县一族人 一族人 吉克浩 像一艘船 像一艘船 吉克浩 开榜音乐的 这个 吉克浩 所以他中间那一段 说老实话 他中间那个 是你们自己的 这个家乡的唱法 对不对 太美了 大加分 谢谢 真的大加分 谢谢 杰伦是因为听到那一段 才冲的吗 前面其实 我觉得分数就蛮高了 前面的时候 其实我跟那个汪峰老师 就对看了一个 蛮不错 后面那个这个 自己的家乡的这种 太加分了 真的 我觉得那个 这个就是一种感动 说不出的 他把不知不觉 就我就这样子 哎按下去了 就跟他们说拜拜了 我在听他唱的时候 就是很好听 哦 可是很平稳 你知道就是好像这个线条 不是很突出 可是我还是要讲这个真正吸引我的 就是你那段的民族唱法 那个是你自己即兴发挥的还是一个鼓曲 还是它有什么含义吗 呃 感动阿牛是我们一族的一个绝世美人 是仙女一样的人物神话人物 嗯 然后我把它加在这呃这个找自己这一段呢是希望可以向女神祈祷让他为我指引方向 哦 哦 所以中间那一段算是一个女神之歌就对了 对 纯之歌 然后后面的那个哼唱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呃一种一种唱腔是一种高腔我们那边阿都阿都那边的一个高腔 萌萌的纯纯的顶着一头卷发的几个号引来了四位导师的争抢 如果你现在是处在一个相对迷失迷茫的那个阶段的话 他会让你更迷茫 哈哈哈哈 来我这我一般都可以让我的学员很精彩很明确 对 有些事情是要突破的 有些事情是要延续下去的 我要让你每一首歌都有这种唱腔 那就没有意思了 等着看 我想跟这位同学说 真正你吸引到我的 也是因为唱歌从头到尾保持了那种纯真 纳英战队学员都很纯真 你一直保持你的初心 就来我这 谢谢来我这 假如想玩音乐玩得开开心心的 把那些欲望抛开 就来我这 你知道该来哪了 哪玩得最开心 那些都是假的 玩音乐开心最重要 谢谢 你要做一个决定了 我现在选择了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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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他们三位几个安慰的延伸 杰伦小公主难得如此火力全开 看来小公爵对极客号是势在必得啊 然而事实是残酷的 极客号最后选择了哈林余正庆 这让小公爵伤心不已呢 他给你的感觉是选杰伦吧 但是你说太多没有 他又知道 他说他来他就冲他来 我以为是冲他来 我以为是 对啊对啊 每当杰伦说的时候 他都会有一种带有歉意的眼光 看着下来 然而杰伦在极客号这里受的伤 到曾敏杰这里得到了治愈 来自广东东莞的女孩曾敏杰 性格活泼好动 男孩子般的性格直来直往 甚至让导师感觉有点不给面 我是不是是不是安静的走开 永远都不能重来 小妹妹你二十岁 那你在助唱的时候 有没有人说 你的声音有点像那个大鹰 那个老师我直接点说 他们说我像王若霖多一些 对不对 王若霖 这个是有点不给面吗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没有你要讲我的声音像王若霖 没有那英老师的那么优美 好可以可以没有那英老师那么优美 这更不给面了 我的队上啊 从以前到现在 其实没有你这样的歌声的 跟这样类型的 其实我的战队 地表最强战队 对 不适合 不适合 因为没有过嘛 因为没有过 所以呢我非常的需要 如果你来我队上肯定会给你个惊喜 什么惊喜 他刚刚问说什么惊喜了 他问有问吗 他有问什么惊喜 代表说他很好奇 来了我就告诉你 我跟你讲 这种叫骗人 然后给你看 周杰伦的演唱会门票 这个也不 这个蛮不错的 我直接带你进去 你不会不让我进吧 我直接让你在台上唱 你骗人 这样吧 每位导师用一句话 表明你们的立场 其实 我有点紧张老实说 因为每次 如果有人说 我小时候听你的歌 我就会觉得 听我的歌 我的选择是 哈林歌 我问你一下 你小时候听谁的歌 又来着 听你的歌 他比较擅长不给面 我看 等等我四个字 四个字送给你 我需要你 我更需要你 两个字适合 你可以做出你的选择了 我的选择是 周久龙老师 你看 谢谢 谢谢 烧 到时候你就知道是惊喜 还是惊吓了 惊喜 娱乐木工厂编辑 欢迎国高回来 这里是娱乐木工厂 大家好 我是杰妮 让我们一起来欢迎 今天的大来宾赵璐 哈啰 大家好 我是赵璐 我又来做客了 欢迎 所以赵璐最近在忙些什么 最近啊 其实也算挺忙的吧 就是演出啊 然后刚录完一个节目 还有就是 现在在搜自己新歌 其实听了好 听了好多首 现在有两首 还比较满意 应该会陆续录吧 对 那其实排的还挺满的 还可以 其实夏天不想动 对 特别是在夏天 就是节奏那么满的话 你怎么平衡 你的生活和工作呢 其实 我觉得生活跟工作 肯定要划分开来 我平时 生活中的话 可能会找一些自己 比较有兴趣的活动 比如说 跳跳舞啊 还当减肥了 就划一下划呀 就乱划了 还有就是自己会去买 买菜 然后做饭 因为夏天的时候 一是不想出去吃 二又觉得 外卖小哥天天跑 就很热嘛 太热了上海 所以就自己做做饭 还很凉快 挺好的 是 这两天也真的是 高温预警 然后就像赵璐说的一样 如果可以不点外卖的话 就尽量不要点 那这样的高温天 你有没有什么 就是推荐的食谱给大家 因为你自己会做饭 绿豆莲子 更不错 然后还有就是 绿豆粥也不错了 就是可能 就是大家都知道吧 这些东西 然后还有 我觉得就是尽量要少出门 因为现在真的太热了外面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了 好 那我们也要 今天谢谢赵独 跟我们的分享了 那今天节目到这里 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明天同一时间 请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 明天见啦 拜拜 拜拜 优优优独播放